有爱无信的中年夫妻究竟有多煎熬 丈夫只是晚回家了一会儿 妻子就偷偷纹她的衣服 检查手机 甚至连身份证都藏了起来 而妻子睡觉后 丈夫又翻看起她的手机 虽然已经步入中年 但雪松仍风韵有存 甚至不乏明目张胆的年轻追求者 这一切都让做木匠的韦航深感不安 夫妻两心事重重 明面上去还风停浪静 韦航在即将倒闭的家具厂上班 随时有可能丢了工作 家里最大的收入点 仍是雪松的便利店 这天午后 雪松照常看电 电视中播放着人贩子逃逆的新闻 出租司机小马过来满烟 刚进门就眼睛就没有离开过雪松 邻居们都知道 这个年轻司机喜欢上了便利店的女老板 雪松当然也有察觉 可本着顾客至上的规矩 她非但不会将小马赶出去 反而长笑着打去 因为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 雪松还能从这种追求中 获得莫名的满足感 这也算是她乏为婚姻中为数不多的乐趣 下班后雪松去接孩子 直到雪松走完女儿也没出现 想到中午电视中人贩子的新闻 雪松慌了神 满大街的寻找 许久后才在一家饭店中 看到正在和婆婆吃饭的女儿 原来婆婆已经将孩子接走了 饭桌上还放着蛋糕 雪松当即明白 今天是婆婆的生日 夫妻俩都忙忘了 婆婆才用这种方式提醒 她喜欢这样 有话不直说 总是做各种事旁敲侧击 让儿子儿媳去猜 雪松满脸不高兴 想起当初自己生下女儿时 重男轻女的婆婆就不管不顾 如今为了生日 又一声不响的孙女接走 她越想越起 于是送婆婆回家时 故意对桌上的蛋糕视而不见 这时韦航回来 雪松又当即立下规矩 以后谁要接走女儿 必须要提前跟她打招呼 说罢便带着女儿回家 没有给婆婆吵嘴的机会 晚上夫妻俩躺在床上 韦航忍不住说起 妻子今天忘记婆婆生日的事 雪松听后又上了火 将今天的不满一股脑都倒了出来 她每天洗衣做饭 看店看孩子 原本就忙得不可开交 婆婆却还总是这样 隔三差五便要找麻烦 韦航听得不高兴 摔了下辈子后便不再说话 她最近正为工作的是忧愁 厂子就要倒闭了 但前些天一个老同学过来 便一出资接手 跟韦航合作 这让韦航很是惊喜 当即就答应下来 但要说服厂长在转让厂子 却也不是简单的事 或许是意识到自己有些过分 雪松次日一早便去了婆婆家 给她补过了生日 只是临走前 雪松还是直言 希望婆婆以后能有话直说 不要让她们猜来猜去 什么都不说 我们这么忙 有工作有孩子 总是有舒服的呀 解决了婆婆这点 雪松又想缓和与丈夫的争吵 而中年夫妻之间 郑重其事的道歉和刻意的撒娇 都是几乎看不到的事 解决矛盾最好的办法 或许就是用另一个 倾斜的矛盾替代 雪松平时就喜欢 从店里给丈夫带些过期的 牛奶和面包 今天带的尤其多 美其名曰补充营养 韦航吃了两口便开始抱怨 你让我喝过去的牛奶补干 你能不能起个早 帮我挨点粥 给你牛奶片包 让中国人吃惯这些羊麻样 丈夫开了口 就证明昨天的事已经翻了篇 可尽管如此 夫妻俩对彼此的信任 却仍然存在问题 韦航下班后 不想回家听妻子埋怨 索性去网吧逛起了贴吧 不成想尽看到了妻子的名字 帖子的标题赫然是地产大亨 陈大福最爱的女人雪松 看着屏幕上青涩的妻子 韦航心中一阵酸涩 尽管确定这是两人结婚前发生的事 可妻子和这么有钱的人谈过恋爱 还是让韦航深感不安 想到这些年雪松对自己的抱怨 韦航心里更加不适滋味 她在网吧待了许久 回家时仍不能释怀 一进门就钻进洗手间 雪松健壮起了疑心 先是闻了闻韦航的衣服 又检查了她的手机 确定没有女人的味道和信息后 雪松仍旧不放心 直接将丈夫的身份证收了起来 断绝了她开房的可能 而在此之后 韦航也悄悄翻起雪松的手机 害怕她再和那位地产大亨联系 夫妻俩的信任就在这一来二举间 慢慢消失殆尽 更不巧的是 这天韦航下班后 就被几个工人围住 他们知道陈大福要开发新楼盘 也清楚雪松曾跟陈大福谈过恋爱 便打去说让雪松去找找人家 用用手段 将工地的活派给他们 几人说话间言语粗俗 韦航一时难忍 便冲上前跟他们打了起来 尽管出了气 可他被伤害的自尊却仍未得到慰藉 以至于从医院出来后 便不由分说地拉着雪松 去往陈大福新开的工地 雪松一脸茫然 而韦航却接连说起难听的话 你也想瞧老子 谁也想瞧你呢 你 你们 哪个你们啊 你跟他 让我说名字吗 你跟杨九成 两个白山的最有名的人 让老他妈一个目的 背行到家了 你怎么说谁呢 臭你妈 你再说一遍 臭你妈 臭你妈 还在这里强暴了雪松 离开工地时 雪松心晦意冷 对这段婚姻已经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这时出租司机小马又找了上来 他看出雪松心情不好 便想带他出去放松一下 而这次雪松没有拒绝 两人一起去了废旧的民国风情街 小马还有模有样的上台演唱 将雪松斗得很是开心 期间伟航打来几个电话 他都选择了无事 直到傍晚 小马送雪松到学校门口 两人分别识 恰巧被伟航看到 他二话不说 上来就是一连串的质问 雪松仍旧一言不发 只是带着孩子离开 伟航的疑心因此变得更重 他想尽快干出番事业 让妻子看得起自己 于是便联合几位工人 找到厂长 谈起转让厂子的事 可厂长狮子大开口 直接就要三十万 几人自然拿不出 厂长又提出可以分期付款 先交十五万就行 否则他就要将厂子卖给陈大福了 听到陈大福的名字 伟航的自尊心又受到伤害 他如何都没有想到 自己想做个生意 也会因为陈大福受到阻挽 他无比郁闷 在这个晚上喝得烂醉 拎着菜刀跑到大街上发疯 声称要砍了陈大福 雪松得知消息后赶来 却也完全拦不住这样的丈夫 无奈之下 雪松也学起丈夫 在街上疯了般的大喊大叫 伟航被他的模样吓得 这才冷静下来 尽管和丈夫的感情已经接近崩塌 可得知伟航如今被钱困扰 雪松还是下了决心 认真打扮后 去往了陈大福的办公室 昔日的恋人再次相见 原因却是要借钱 陈大福念及往日的情分 直接让雪松带走了十五万的现金 雪松拿着钱回家 伟航得知这些钱的来路 脸上满是震惊 这一刻尽管他的自尊在墙 却也难以发责 只能选择接受了这笔钱 夫妻俩的关系也因此得到些许缓和 伟航成功盘下场子 自己当了老板 眼看日子就要好起来时 妹妹却又开始了无端的猜测 她说若是嫂子跟陈大福真的没有什么 陈大福怎么会爽快地借钱 伟航听后又不惊奇 甚至怀疑其女儿是否为自己轻生的 不信任再次开始累积 伟航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 报复性地开始陪各种客户去夜总归应酬 有天雪松偶然撞见这一幕 忍不住说了她几句 伟航却反而再次提起 雪松和陈大福的关系 这让雪松大失所望 两人在街边激烈争吵 最终分道扬镳 这时小马正在拉火 看到雪松后便将她叫上车 多日累积的委屈一朝涌出 雪松崩溃大哭 小马将她搂在怀里安慰 而雪松或许意识到这样不好 便下车在一个宾馆哭作了一夜 与此同时 伟航也彻夜未眠 他整晚都在探两人结婚时的路上 那是他们无比幸福 怎么都没有想到 会将婚姻经营到这个地步 次日一早 见雪松一天都没有回来 伟航找到了小马 质问雪松昨晚是不是跟他在一起 小马没有否认 故意让伟航误会 可伟航得到回答后却几乎崩溃 不停地抽打自己的脸 最后又蹲在地上痛苦 他心中的猜忌更重 又找到雪松质问 指责他与新欢就爱都纠缠不清 雪松正要反驳 可又忽然觉得疲惫不堪 干脆就承认了伟航的话 说一切就是他想的那样 这样伟航更加冲动 竟直接带着女儿去了重庆 直奔一家医院 打算做亲自鉴定 到医院后 女儿悄悄打电话给妈妈 称爸爸带她来检查身体 很快就会回家 雪松立刻反应过来 伟航是带孩子去了亲自鉴定中心 可就当医生要扎孩子手指时 伟航突然醒悟过来 明白自己的无端猜忌和行动 是多么可笑 他阻止了医生 带着女儿原路返回 想要跟妻子道歉 可一切都已经晚了 雪松已经做了离婚的决定 反复的猜疑和争吵 已经让他没有精力去维持婚姻 所以他挣脱了伟航的拥抱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家 伟航愣了两秒就追了出去 可这段婚姻是否还能继续 却已经不得而知 感谢观看